她的面容仿若艺术大师精心雕琢的杰作 琼瑶之口一出此赞美 生动描绘了小婉君、谢玲玲的惊人美貌 然而,这位容颜绝美的女子却在豪门婚姻中遭遇了背叛的痛苦 当媒体曝光林剑月花费3000万购置房产 遇在外眸找新欢时,谢玲玲陷入了婚姻的泥沼 活泼得之后大怒 毫不犹豫地在社交媒体上痛斥儿子与小三的行径 1995年,谢玲玲与玲剑月离婚 婆婆更是奋不顾身,支持儿媳争夺孩子抚养权 慷慨给予谢玲玲四亿的离婚费 至今,婆婆与谢玲玲的关系依旧亲密无间 那么,当年的谢玲玲究竟做了什么 让婆婆如此力挺她呢? 谢玲玲,1956年生于台湾 成长在一个传统的军官家庭 尽管在尊重男性的社会氛围下 作为六个孩子中的女儿 她并未得到太多关注 然而,这样的家庭环境培养了她懂事独立的性格 这种对比激发了她对自由和表达的渴望 谢玲玲的童年充满了对传统的反思和对自由的向往 这对她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时候,她就展现出对表演的浓厚兴趣 经常在房间里独自画画或编织小梦想 这些早期的艺术尝试虽然简陋 却为她未来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童年时,她经常在夜深人近时偷偷窥探外面世界的精彩 那些电影明星的光鲜形象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梦想的种子 在学校里,谢玲玲最期待的时刻是过节时的文艺会演 这是她登上舞台,与同学们一同合作演出舞台剧的机会 小时候,谢玲玲因为长相可爱,常常担任舞台剧的女主角 谢玲玲的父母发现了她对表演的热爱 便有意将她培养成演艺圈的人才 尽管在那个年代,家中对女孩的教育并不十分重视 但谢玲玲的父亲却在无意中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位军官,她常常讲述在战场上的故事 这些故事中所展现的勇气和坚韧 让小小的谢玲玲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憧憬 她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坚强和不屈 这些品质在她后来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尽管生活条件有限 但谢玲玲的母亲也竭尽所能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 在母亲的熏陶下,谢玲玲学会了关爱她人和坚持自我 这样温暖而充实的家庭成为她后来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支持 1964年,谢玲玲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得的变化 电影《婉君表妹》剧组在各地进行小演员的选拔 为了出演《小婉君》 她的父亲带她去观看了一场电影海选 这次本是亲子活动的参与,却无意中为她敞开了通往星光大道的大门 她那双清澈的大眼和标志性的黑眉引起了玄角导演的关注 佳人得之后,带着她报名参加了剧组的选拔 谢玲玲平借卓越的表演天赋成功地吸引了导演和编剧的目光 成为电影《婉君表妹》的一部分 电影上映后赢得好评,她在片中乖巧可爱的演技成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凭借这次出色的表现,她还荣获了金马奖最佳童星奖 这次演出经历让她对未来进入演艺圈充满了信心 谢玲玲,凭借着《小婉君》的名妻和出众的外貌,顺利踏入了演艺界 琼瑶对她的赞誉更是直言其脸如《水晶雕》出来的艺术品 一时间她风头无两 然而,美貌成就了她,却也限制了她的演艺发展 在演艺圈,她始终被安排演艺千篇一律的花瓶角色 当时的港台演艺圈以实力派女演员如林青霞为主导 而仅凭美貌的谢玲玲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显得力不从心 演艺市场竞争激烈,新人涌现 谢玲玲逐渐发现自己难以脱颖而出 于是她开始思考娱乐圈之外的新出路 正当她渴望着演艺生涯的转变时 命运给了她一位改变一生的男人 在1979年,23岁的谢玲玲与林建月相识 而林建月则是新加坡的富少 林建月之前风流运势,与各类美貌女子纠缠不清 然而,谢玲玲的美貌让她一见清新 尽管家境不富裕,但谢玲玲接受过严格的家教 她的独立个性不容亲律交付感情 林建月送礼金却未能打动她 但她并未气馁,反而更加坚定追求的决心 改变策略,林建月开始频繁到谢玲玲剧组献殷勤 展现她在情场上的老练技巧 身为情场劳手,她将所有追女孩子的经验 都用在了谢玲玲身上 认为征服的过程更具趣味 谢玲玲,尽管设施未深 却很快被林建月的热情攻势所打动 两人迅速陷入了爱河 然而,由于谢玲玲的传统观念 她拒绝了所有亲密的举动 未婚先孕也让她过于保守 林建月深深为她的迷 急切地想要娶她为妻 1980年,谢玲玲与林建月步入婚姻殿堂 婚后,谢玲玲结束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全身心投入到了婚姻中 在七年的婚姻中 她为丈夫生下了五个孩子 并且对待林建月的父母如同亲生父母一般 她的用心终于赢得了林家的认可 然而,当她已为一家人将会永远幸福生活时 婚姻却走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 林建月的本性逐渐曝露 她对谢玲玲失去了兴趣 重新投入到外面的风流生活中 频频被拍到与女星亲密的照片 婚外情也传得沸沸扬扬 谢玲玲发现丈夫的真面目后感到极度受伤 原本体贴的林建月变得言辞刻薄 婚姻走到了尽头 1993年,媒体曝光了林建月与王祖贤的恋情 丈夫坚持要与谢玲玲离婚 将过去的幸福抛在脑后 虽然谢玲玲同意了离婚 但在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上 两人产生了分歧 林建月坚持孩子留在林家 承诺支付足够的离婚费 而谢玲玲不愿意让孩子在离婚后失去母爱 两位在孩子问题上争执良久的人 最终由婆婆出面调解 然而,令人大吃一惊的是 婆婆居然站在儿媳一方 婆婆的支持不仅仅体现在情感上 更是转化为实际行动 她不仅协助谢玲玲成功获得了抚养权 还慷慨地提供了肆意的离婚费 希望谢玲玲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婆婆之所以能够如此大意灭亲 正是因为她被谢玲玲争执的诚意所打动 初进入豪门 谢玲玲和其他豪门儿媳一样 面临着婆婆的刁难 在这个富贵家庭 婆婆对儿媳的态度往往较为苛刻 谢玲玲尽管拥有美貌 但凭借自身的家庭背景和事业 无法获得婆婆的认可 婆婆开始对谢玲玲施加各种压力 但谢玲玲并没有因此而怨恨婆婆 相反 她对待婆婆宛如亲生母亲 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玲家 在生下五个孩子后 她逐渐打动了婆婆 使得两人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 婆婆与宝珠在谢玲玲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她带领儿媳参加各种社交场合 还耐心教导谢玲玲做生意 并协助她管理家族企业 谢玲玲学得迅速 不久就能够独立管理一些家族产业 当谢玲玲的儿子陷入绯闻时 婆婆更是愤怒至极 亲自找报社发表文章辱骂涉事女星 在与前夫争夺抚养权时 婆婆也全力支持儿媳 认为玲家对谢玲玲有愧 她主动提供了四亿港元 帮助谢玲玲度过离婚后的生活 尽管谢玲玲与前夫的关系破裂 但与婆婆的关系却更加亲密 两人不再有了婆媳之间的矛盾 反而更像母女一般 谢玲玲并没有因为前夫的背叛 而怨恨于宝珠 相反 她对待于宝珠更为用心 离婚后 谢玲玲并没有自暴自弃 而是开始追求自己的事业 在婆婆的栽培下 她投资房的产 取得了可观的回报 原本的四亿离婚费在几十年后 也翻了数番 如今 68岁的谢玲玲早已摆脱感情的波折 手握巨额资产 依然保持着出色的容颜 活成了令人羡慕的模样 这亲如母女的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甚至在2023年9月份 在谢玲玲的生日时 与宝珠依然亲资前来为她庆生 展现了两人深厚的感情 离婚并没有让谢玲玲气馁 反而激发了她追求事业的动力 于宝珠的培养为她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使她成功投资房的产 原本的4亿离婚费在几十年里也翻了数番 充满活力的谢玲玲在拥有足够的精力和资金后 开始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她向黄军碧师学画 并成功举办了画展 同时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展现了她多才多艺的一面 如今 已经年届68岁的谢玲玲 再也没有涉及感情传闻 但她的儿女在身旁 手握着数亿的资产 她以一众令网友羡慕的姿态 保持着出色的容颜和生活品质 谢玲玲的一生可谓传奇 从演艺圈到豪门再到商界 她不仅成功一手扶持着五个孩子 还展现出了卓越的商业头脑 她成为了一位备受敬佩的商业女强人 同时还投身公益事业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如今 她已经活成了新时代女性的楷模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榜样 感谢观看